不管怎麼樣其實大家給我們的這一些評語 都在網絡上在討論 關於這一句話說公文本來就跑得比病毒還要快 大家反應是非常熱烈 是刷屏會刷得非常快 原因是因為這句話誰都聽不下去啊 所以呢在網絡上投 難道這個我們的國民黨的委員沸鴻泰 他講說應該要抓去槍斃 這件事情當然呢他講的是比較氣話 可問題是陳時中的回應也說講得太過了 然後就這麼一句話被又做出來做梗圖 包括什麼包括下面網友就講 對啊國民黨最愛槍斃台灣精英 然後劉無言就講說 國民黨越走越回去要做老本行 怎麼本來應該是防疫的問題 好像又被扯到白色恐怖政治問題嗎 還真會扯欸 趕快把時間呢我們要來連線 台北市議員徐巧新 小新我要請問 好像對於網絡上投做圖真的是 做的比病圖還要快 這好像只有公文跑的比較慢而已 這個1450的老招大概就是這些 就是說從你的講話裡面 可能抓到你的一些語病啊 或是抓到你的一些形容詞 可能他認為說民眾會 這個可以誤導 或者是說覺得不對的地方 然後把它無限的放大 坦白講這個費洪泰偉雲 他為什麼要講這句話呢 他當然是一個企劃嘛 一般人一聽就知道了 他要背後表達的意思是什麼 很清楚的 是在談陳時中 在最近的防疫的作為上面 有了漏洞 有了破口 所以傷害到民眾的健康 想要從立法委員的監督角色 去要求陳時中要改正嘛 所以當然你可以針對一個企劃 去把它無限的放大 然後做梗圖 然後把它歪勾起床 越講越遠 你要不要講到秦始皇 焚書坑如算了 就是說你把他這件事情 今天費洪泰委員他講的這句話 固然是一句企劃 但他今天有真的要去槍斃陳時中嗎 有嗎 他有這個權利嗎 他有真的有這樣的想法嗎 他有這樣的動機 他要打算做這樣的事嗎 其實完全都沒有 所以你要把一句企劃 無限的放大到 對啊 國民黨最愛槍斃台灣金 講的一副好像費洪泰 現在可以槍斃陳時中 而且他本來就打算這樣做一樣 但是這就是在一件沒有的事情上面 一個企劃 一個無心 你真的要講說他講的不對好了 那也是很小的事情 但是現在疫情的嚴重性 是更大的民眾更關心的事情 你不去管現在行政單位 應該要去處理的大的事情 你去針對一個立法委員 在所有的監督的話語裡面的 其中一句的語弊 拿出來不斷的做梗圖 做側翼 甚至我要講 針對這樣子一個梗圖 底下有多少的人留言 包括民進黨的一些議員 或是說曾經跟費洪泰委員 一起選貨局的人 拿這件事情出來消費 他是怎麼說的 民進黨的市議員許淑華 他說你們這些中國派的人 根本不值得尊重 滾回中國去 這句話跟錢水扁 他們當時講說 台灣海峽沒有加蓋滾回去 中國豬滾回去 有什麼不一樣 你們可以說 今天費洪泰委員講的這句話 把它無限擴張成 白色恐怖時期的事情 但是你們同時 你們自己在幹什麼 你自己在講什麼 有沒有言論歧視的問題 有沒有過度的問題 有嘛 你自己在講企劃 憑什麼你民進黨講企劃 說中國豬滾回去 中國派廣告就是可以的 但是費洪泰他講企劃 就是不行的 不要雙重標準 如果今天要理性討論 你可以說希望費洪泰委員 可以理性討論 不要講說槍斃等等的都OK 我覺得這件事情 本來雙方就有討論的這個機制 並沒有要講說 誰是完全的對跟不對 但是你要把一個企劃 擴大解讀 讓整件疫情的事情漏洞 然後誰做錯了 哪邊可以去改正這件事情 完全失焦 但是不是政治操作 什麼才是政治操作 所以這就是1450的老招 大家不要被騙了 重點還是回到源頭來 看看現在政府是不是有缺失的地方 趕快把防疫的破口給堵上 好我們也要請巧欣 等我一下下 因為我們要來討論 下一題是跟WHA有關係的 就是連續第五年 從2017開始呢 我們就沒有收到了 WHA的邀請了 2017最後一次參加 而這一回我們一直以為說有機會 為什麼 因為民進黨政府說 他看到了美國的國務卿布林肯也在挺我們 法國的國會投票也挺我們 另外還有什麼 還有布林肯他去參加G7峰會的時候 也要所有的外長都挺我們 說這樣就叫做有機會 可問題是昨天晚上應該是線上報名的最後一天 我們還是沒收到邀請函 目前呢今年的WHA是會在瑞士的日內瓦同樣的 但是今年因為疫情的關係是會用視訊會議的方式來進行 5月10號也就是線上報名最後一天我們還是沒有收到邀請函 所以就認為是連續第五年無法參加 而其實呢在衛福部的方面他們說什麼 他們說啊又要去抗議啊 但今年因為疫情 所以沒有要組團去日內瓦抗議 是直接遞交一個抗議函 但外交部呢還是持續告訴我們 別這麼說有希望 懷抱著希望 因為到23號晚上 也就是到他開會之前 我們都還來得及 整起事件民進黨已經定調就是說 這就是大陸的打壓 就是因為中國大陸在阻撓我們 讓我們沒辦法去WHA 疫情的時候收不到第一手訊息 但是大陸外交部的發言人華春瑩 他的說法是 沒有人比大陸更關心台灣 大陸同意WHO向台灣通報疫情有三次之多 這一些也都是大陸同意之情的 他們的講法是說 不要把這一件事情 又變成了是政治議題 好我們要來請教巧欣 其實呢在WHA這件事情 民進黨一直告訴我們說 還有機會 還有機會 但是真的是這樣嗎 又或者說其實國際間的喊一喊 但對於台灣實質利益在哪裡 我覺得第一件事情就是 民進黨政府為什麼要參與WHA呢 之前大家還記得嗎 罵譚德賽罵成什麼樣子 然後甚至到WHA的這個臉書底下去出征 甚至就是什麼話基本上都講了 還說美國呢 以後也不要參加WHA的 那時候是川普嘛 然後所以我們也要跟著他們 我們以後可以加入 美國新發起的某一種的 衛生相關的組織 我們就可以直接成為會員國啦 我們為什麼要加入WHA WHA那麼爛 WHA都隱瞞疫情 WHA很多資訊都不正確 我們台灣的資訊還比WHA正確 那時候陳時中還秀出很多什麼 跟WHA的這個互動的過程等等的 去證明說WHA有多爛 那既然我們當時都已經講 把WHA講這麼爛的 為什麼民進黨政府還要再加入呢 我覺得要不要雙重標準嘛 有股氣一點 當時認為說不要加入 因為他們超爛的 現在就是維持同一個標準啊 別人沒要就算啦 因為不是你不讓我加入 而是我覺得你太讓我們不想加入 民進黨政府大膽的去講這件事情嘛 為什麼要改變呢 因為你依靠了這個川普倒了嘛 現在的拜登政府就是認為說 他們一直的立場是 WHA是一個不錯的組織 我們應該要共同的參與 進行個多邊主義的對話嘛 那你當時民進黨政府也知道 美國在選舉 完全的壓倒到川普 跟著川普他們政府 一起去詆毀WHA 那現在呢 好啦沒有川普之後 那WHA他怎麼可能會支持你嘛 這是做人最基本的道理 不要去講說大陸的打壓 大陸對台灣的打壓其實一直都有 但是在馬英九政府時期 就是可以去跟別人好好的談 在不喪失主權的情況之下 我們可以去做觀察員 在馬政府時期 我們就是可以去參加的 也不需要說所有人都說 要停我們但是又進不去 沒有這種事情會發生 因為好好的對話 是這個討論 表現出誠意 雙方有好的互動之後 當然我們就可以進去WHA 可是這次我們現在進不去了 一方面不就是 民進黨政府一直說WHA有多爛嗎 那所以現在別人不讓我們加入 只是剛好而已 為什麼這件事情就是要講說 澳洲是因為大陸打壓呢 所以我覺得你不能只觀看 觀看這個點 如果你把時間拉到疫情一開始的時候 跟台灣的政府對於譚德塞的很多的講話跟批判 還有台灣網友對於這個WHA一系列的網路上的攻擊 你就知道別人對我們的想法是什麼了 所以千萬不要什麼事情 你看大陸就覺得 講到國民黨就丟到說什麼啊白色恐怖228 要往那個方向去轉 明明現在的時空背景已經完全不一樣了 好 然後呢 如果是跟這個國際組織有關的 就說不能去一定就是大陸打壓 你也沒有拿出什麼實質的證據 你就說一定都是大陸打壓 那為什麼在國民黨時期 我們的主權沒有上市啊 我們是中華民國啊 如果主權上市的話 你蔡英文要怎麼選總統怎麼當總統 那為什麼當時我們就是可以加入WHA 現在不行呢 民黨政府不去想這個問題 你只會把問題推給其他的人 那我當然在很多國際組織上面 參與就變成會是口惠而實不至 大家都說要讓台灣參與 但台灣就是很多都不能參與 難道這就是我們要的結果嗎